为了要增加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机会 现在有许多的民间团体加入了 开办直讯课程的行列 就连大专业校也不例外 高雄应用科大就和高雄市劳工局的 博讯中心一块来合作 为身心障碍朋友提供直讯的课程 包括是有开办投资理财 或是市场行销的就业班 如果我被录取的话 不但是学费全免 甚至有四层以上的就业力 不论是金融保险或是市场行销 都是目前就业市场当中最夯的行业 吸引许多求职者挤破头抢饭碗 高雄大看准这火红的行业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量身打造 推出相关的培训就业班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讯中心的委托 我们开了两个班 一个是投资理财就业辅导班 另外一个是市场行销就业班 投资理财就业班的话 是针对银行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票据 银行内控 还有理财规划等等的 这些证照的辅导会放在里面 培训班不仅课程丰富 就连高达六万元的学费 也全由政府补助 只要领有身心障碍手册 通过面试就能报名参加 更重要的是至少有四成捷训学员保障就业 我们希望现在领有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没有年龄的限制 也没有学历的限制 都可以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的辅导班 我们这个辅导单位要保证来报名 来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这个四成的就业率 比如说如果一个班十个人的话 我们就要保证他四个人 一定要结训之后 要四个人有就业满三个月以上 从票据实务员到银行理财专员 高硬大和企业产学合作 无不就是希望让学员 结训之后都能顺利进入职场 不过就业班名额有限 待业 失业或是打算转业的身心障碍朋友 手脚可要快 港东新闻王宿 潘之光采访报道